拿到著名餅店酥餅禮盒和200元賣場禮券的仁愛國小弱勢學童們 一起鞠躬喊出自己會用功讀書 來感謝回報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 以及各校校長老師和家長會會長們的關懷以及愛心 又到了歲末年中之際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結合善心人士劉先生 連續5年致贈禮盒給仁愛信義成功和南農 四所國小的弱勢學童 今年更由議長自己加碼致贈總共70位 每人200元禮券給學童們 希望他們感受來自社會的溫暖和關懷 用功讀書未來翻轉人生 長大後正向循環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我想這是我們辦公室連續第5年 來捐贈我們仁愛區四所國小的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每年到了嘉捷的時候 我們善心人士劉先生就會主動跟服務處聯絡 透過服務處這個平台 來捐贈我們四所學校的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那我想這份愛心要延續下去 希望這個愛與聯動可以傳遞給社會各界 讓更多人來響應 我想這幾天賴清德副總統在參選民進黨黨主席 也希望民進黨就回歸到公益團體 回歸到初心 我想我們不會忘記這份初衷 會希望這份愛可以延續下去 讓我們這個我們今年也特別加碼這個愛心禮卷 來給我們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我們這一次大概四所學校大概70位左右 那我們希望這個過年的氣氛可以讓這個中低收入戶的學童 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溫暖 那我想這個基隆人這個善的循環我們會持續努力延續下去 對於善心人士劉先生以及議長童子偉 連續五年來關懷弱勢學童的愛心和善心 四個學校代表也回贈感謝牌給劉先生和議長童子偉 等愛國小校長也代表四個學校的弱勢學童們表達由衷的感謝 很高興又來到這個年節期間呢 我們今年的童子偉同議長呢 又來到學校裡面執政這個年節禮盒呢 給我們弱勢的孩子 那這已經是連續五年了 每一年呢孩子都可以接受到這個過年的時候溫暖的祝福 那我們整個人愛區的世所學校 在這幾年裡面呢都受到童子偉同議長的照顧 那我相信孩子在感受到這一份溫暖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孩子未來長大以後 也能夠把他心裡面的溫暖呢 回饋給我們的社會 那這在我們的教育裡面呢 就具有很深遠的意義了 議長童子偉除了代表善心人士劉先生 欢邀關心致政蘇炳禮盒以及禮勸 給仁愛國小弱勢學童們 也象徵性致政禮盒以及禮勸 給出席的三所國小校長或主任 以及家長會會長等人 請他們帶回去轉交給各校弱勢學童們 同樣讓他們感受到關懷和愛心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不час衛生柑 不司得跟你們感受到 不司得 明天 不司得